首先我们就会由香港科技大学 自由教育发展中心总监周敬流教授为我们致欢迎词 并简单去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双修课程 接着我们会由各个科目的课程导师 去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课程的内容 最后我们会有几位曾经收睹过双修课程的学生 去为我们分享一下它是双修课程的一些学习经验 最后我们会简单讲解一下双修课程的一些提名程序 以及有一个问答环节 在这里我们先简单预告一下 其实完结了今天的简介会之后 我们在下午1点15分的时候 会在LTB即是旁边的一个演讲厅 会有一个家长讲座 主角人就是我们CDGT的辅导心理学家 邓君乐先生 我们的讲题就是报读双修课程前 你准备好了吗 这个讲座其实还有少量的余额 大家都可以即场去报名参加 我们现在就有请周敬留教授 去为我们自欢迎词 并简单介绍一下双修课程 有请周教授 听听到吗 首先代表科技大学和我们CDGT The Center for Development of Gifted and Talented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讲座 外面是很热的 我们最初很怕今天会打风下雨 somehow有天公做美 热了一点点 但是天气非常之好 所以希望大家一会 听完Kevin下午的talk之后 才开始下雨 回家准备打风 好了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原本我以为有15分钟到20分钟 后来到时就说有十几分钟 然后再看桌面 只剩10分钟 好了 那我浪费了两分钟了 首先讲一讲 其实我们整个资休教育中心 发展中心 我们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 我不是很想清晰地去define 什么叫资休 什么叫资休 我想我们的出发点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其实说 我们每个人 基本上都有我们自己 每个人独立的一个学习的需要 有些人可能学得快点 有些人学得慢点 有些人学得超快 那么问题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下面 就未必能够适应到他们的 那么我们就说 如果有些同学 他真的对某一些subject 是非常有兴趣 又想学得快点的话 有什么途径啊 那么我们就说 不如我们提供一个 叫双修课程 令到一些在中学阶段的同学 他们对某些subject 特别有兴趣的 不如你可以学心点 你早一点点进来 在科大道 我们找一帮 就是很有经验的一些老师 跟他们分享一下 让他们更加多兴趣 然后读得更加开心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出发点来的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行 OK 但是呢 又有趣的 我们发觉呢 那些同学呢 如果他们是 就是我们叫做那么 醒目 用个词就是醒目 学得又快又盛的时候呢 通常有其他的问题出现的 例如些什么呢 那些父母就说 我个儿子很厉害的 或者我个女儿很厉害的 于是呢 参加多些比赛啦 读多两科啦 接着呢 你就会越来越劲的了 早点入大学 你就14岁入大学的了 那到时那些小孩就说 很大压力啊 于是大家互相之间呢 家里爸爸妈妈妈 和小孩之间呢 也都会有时候有些冲突的 就是大家的预期不一样 甚至乎有时 那些同学自己 真的很有兴趣的东西的时候呢 他又会说 我自己周围找资料呢 我都会认识很多东西的 为什么上堂老师说的 这么简单的呢 不如问多他两句吧 问多他两句的时候 老师就说 你又干什么事 各样都挑战了呢 你好聪明吗 罚你出去站了 罚你做多一些功课啦 于是有时候和那些老师 又有些冲突的 那我们又要在这些地方 就要学会 就是家长也好 老师也好 怎样令到他们能够 沟通得好些 而很多时候 甚至和蓬佩之间呢 都有少少这样的config的 因为呢 有些同学又怕的嘛 如果我表现得太好的时候呢 那些同学就说我认识 但是如果我不出来的时候呢 那又好像就是 屈屈不得志这样 所以有时那些同学呢 自己的情意都需要 考虑一下 怎样去适应的 那所以我们呢就觉得有需要 在这方面的情意需要呢 都帮帮那些同学 那我们整个教育中心呢 有好几个不同的活动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主力就说就是那个叫双修课程 那双修课程呢 是讲些什么呢 我不是想讲自由 我只是想讲就是说 我们能够提供到一个学习的渠道 给一些同学对某一些项目 特别有兴趣的话呢 如果能够给多些时间 让他们转研 他有兴趣的东西 但是我同时间要顾及 一个全面的发展 那样是最重要的 那而最后呢 可能有家长都很介意 通常那些同学不介意的 就是说到底会不会 我读完这些课程之后 将来入科大会容易一些的 那我就再三讲了 不会容易一些的 我们修身的过程里面呢 是一视同仁 是不会因为你读完双修课程 你又容易进来的 不过因为你读过双修课程的时候呢 可能你对这间大学的环境 你又会可能熟悉一些 所以你可能有一个preference 你觉得读这里呢 你更加能够融入去 那这个呢就是 每个同学自己的考虑了 但虽然如此 有我们双修课程里面呢 去到某个level level 2的时候呢 你所读的那些课呢 其实我们都会给你学分的 不过多三分又如何呢 我们读四年有120个学分 多三分少三分 其实是没什么大分别的 而大部分的同学呢 他限限地度130 140个学分 多三分又如何呢 今天他们就不介意 好了 那在我们这个课程上面呢 其实呢 我们就以往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在一个理学院里面办的 所以呢 我们所cover的东西呢 就不是那么阔 但在过去几年里面呢 我们慢慢就开始扩阔了 我们呢 就有几个不同的stage 一会儿略略说 有什么不同的stage 但在课程上面呢 我们有素理化生物科学 或者中学叫biology 那和呢 engineering的我们都开始有的了 现在 那而在素理和理方面呢 其实我们会再有一个prestage 那通常那些人就会问了 其实我们什么的同学可以进来呢 刚才我见到一位小妹妹 我想问她读几年班的 K2其实都 差点可以进来的了 因为呢 其实呢 以往呢 我们收一些同学呢 我们经常就说 对象呢 基本上是初中的学生 但是在过去那几年呢 我们开始五年班 和六年班的学生都有收的了 OK 那我不知道我们香港的同学 是不是越来越越之忧了 那可能过两年的时候 这位妹妹都开始读的了 那大致上 我们讲prestage是什么呢 prestage基本上呢 我可以说是初中 去到中二中三 那样的阶段 那所以你说 如果我们有一些同学 是五年班六年班 自己是学得比较快一点点 其实他们完全没有什么困难 去跟到上来的 那而去到 level one的时候呢 我们的target 大概是高中的level 那所以你说 现在你是读中一中二中三 又发觉我自己对某些东西真的很有兴趣 in general 你可能真是一个中二中三的学生 不过数学我真是很厉害的 我是可以读到中五中六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在这阶段 你可以进来读level one 去到level two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大一的课程 就应该去到那个 这样的level 而去到level three呢 我们可以容许我们学生呢 就是读中我们大学的课程 那现在去年呢 有同学读中我们大学四年班三年班的课程 那这些呢 都是中学生而已 可能中三中四 那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可以按照学校能够跟我们配合到的时候呢 有些学校呢 就会愿意 每个礼拜放些我的同学两天study leave 那他就进来科大 那两天就在科大读书了 就跟我们的二三四年班的同学一起上课 告诉大家听 不用太担心 以为他们读不到 他们读到的 他们随时好过我们的学生 因为他会拿A的 我们的学生拿不到A的 那所以呢 就是 换言之 我就想反映给大家听 我们所谓 这些同学有那个潜质呢 其实不是因为 他现在是读form one form two form three form four 而是他的能力去到什么地方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 也都希望家长不要忍会的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不是用来给大家 帮他们找一个校外的补习班 因为呢 有些学校呢 就会喜欢将整班的 二十个同学一起传入来 整班一起到chemistry 那如果他们没有兴趣的话呢 他就会拉由上书的 因为其实功课都挺多 还有呢 都挺深 而他们跟着整个人就说 那些都不是一个文字里面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所以 不是用来帮他们补DSE 而我们教的内容呢 我们纯粹讲的那个level 大致上在中学的哪个阶段 但是我们不是讲的每一个topic都完全 跟阶段里面所教的东西是一样的 OK 那我们大致上这个课程里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那些是我们去年的 不知道是不是去年 或者前年的开学礼 那他们就相对来说 有很多活动的 有很多时候在class里面有些project 那如果收过的话呢 那些同学都知道应该都很多 很多东西玩的 甚至乎呢 我知道我们有部分的科目呢 是容许同学自己觉得什么有兴趣的时候呢 你基本跟老师讲 老师呢 就可能在学期初你告诉他之后呢 老师要回去做功课了 去到学期尾的时候呢 他就要把新的topic 带入个班房里 令到同学可以学到东西 那所以他是趣味为主 那这个简单地比较一个数字 我们大致上 现在读着我们的商修课程里面呢 有这么多的学生 读着level 3 就是说现在在我们undergrad 读着1,2,3,4年班那些 有6个同学 有个地方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 以往由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整体人数 没有太大的改变 现在我们大概600 600多个学生 那但是呢 你见到我们参加的学校呢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有158间学校的同学在我们读 这个呢 是反映着给我听 现在香港的家长和老师呢 对于 什么叫知业 怎样栽培 哪些同学有兴趣呢 是越来越清晰了 因为我说的话 就是 不会有一间学校 有50个知业生的了 通常一班里面 是一个两个三个而已 或者一个两个三个 是既有那种能力 而亦都有那种commitment 他愿意去花这么长的时间 那所以呢 啊 这个情况呢 就是如果老师或者家长都好 你们留意到你的子女 有一些这样的特征的时候 然后觉得想给多些机会 栽培他们的兴趣的时候呢 那你们就可以通过 学校提名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 学校提名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有时 有时 知业生也都有个问题 就跟老师是相处不到的 于是就说 老师不肯帮我报名 不要紧了 他还有个爸妈的嘛 爸妈可以帮他报名 那所以呢 就是用通过那个途径呢 你都可以申请进来 那至于要 给些什么资料呢 一会儿就跟同学讲的了 那我就一晚那样了 那我最紧要一样东西 我郑重声明 我要求的是 学生要有兴趣 他有没有potential呢 可能有时试过才知道 但是他没有兴趣的话呢 我话知道你有几大potential 都是读不了的 但是还有一个很紧要的 就是commitment 因为呢 这个商修课程呢 是由我们十一月开始 十月底十一月开始 一路读到明年四月的 所以每个星期六 都要回来上三个钟头堂呢 你就问一下 你那位小朋友 他愿不愿意 个个礼拜早上 礼拜六早上九点钟 回来上堂 个个礼拜 不用 就是平时星期一至五 已经叫救命了 星期六都还要回来 但是呢 如果他真的有兴趣的话呢 你又会发觉 原来他早上九点钟回来之后呢 晚上七点钟都不肯回家的 因为他就会和一班同学 一起到餐厅在那里聊天 OK 换言之 他们会找到自己的一班 可以很夹得来的一班同学 所以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到叫做个筛选的过程呢 那应该一会就会再交代 什么时间要报名啦 要交些什么的资料啦 而要提出的就是说 在engineering和physics的level one那里呢 如果他们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个简单的screening test 就希望make sure他们全部各个大家的水准相弱 而不会影响课堂上面的一些进度的 那好了 那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大致上有这几个上堂的时间啦 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undergrad的同学呢 作为他们的一些mentor啦 帮他们 当大哥哥大姐姐那样 帮他们照顾一下啦 让他们都了解一下原来大学读书是怎么样的 也都有些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安排到一些机会呢 是给 如果我们有需要一些情意上面的一些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一些counselor 帮他们 那大致上呢 这些就已经讲完那些学生的了 如果家长还有问题呢 Kevin一定就会再讲的 就是其实我们都要帮家长的 因为很多家长呢 见到那些学生那么厉害的时候呢 他都不知道怎么照顾他 太厉害了 说出什么都拨嘴 那所以 有时是 我们要互相 都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来的 那都要 学习一下 最后一样东西 我们一开始呢 要下去 学校到啦 所以我们今年呢 也都拿到外面的一些donation 我们有一个叫做 点燃之休的一个计划 我们开始下去一些 就是种子学校到呢 就开始跟那些老师一起work 我们希望能够令到中学的老师呢 都明白到 什么叫知休 或者知休学生 有些什么类型的问题 是需要照顾到 最紧要我们希望每一间学校的老师 他们懂得怎么样去照顾那些知休生 也都怎么样去栽培他们 选拔他们出来 如果他们照顾不到的时候 可能送来给我们 同时间 同时间也都要希望他们 跟他们的家长一起work 因为唯有当整个 community 可以设计得到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帮到这些小孩的 那我应该 这一张好就是最后的了 那我们会下个礼拜 我们会再在这个太空馆 有另外一个讲座 去介绍这个 这个研点之休的这个计划 好了 那这个已经是完毕了 如果你想再知道多些的 去这个QR Code 停一停 好了 那接着我们会交给 我们这些其他 Course Instructor 介绍一下课程的内容 多谢周教授 那听完周教授呢 那讲了整个 自由教育发展中心的理念 和一些 简单双收课程的简介之后呢 那其实实际上 那课程的内容 和我们平时上课 学的一些 数理科目 有什么分别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逐一去请 每个范围的导师 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有请沽燕邦博士呢 为我们介绍一下 数学科预备阶段的 预备阶段的课程 各位好 各位早晨 欢迎你来立这个简介会 先先介绍我自己 我叫做孤燕邦 我叫Albert 你可以叫我Albert Dr.Ku 或者是Gu Sir 都可以的 那我 那我 其实 除了我之外呢 还有 Dr.Ho 都是 他负责今年 教这个 Dual Program的 pre-stage level 的Math course 的 那今天 Dr.Ho 他就要上课 所以就等我来讲一下这个课程里面有什么内容 OK 那 第一个就是这个pre-stage的目的呢 其实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预备的课程呢 给同学可以读 Level 1 的 那 那 因为其实 以往的经验呢 有些 有些 初中的学生 那 其实 他们想读Level 1 那 但是呢 就可能 在这个预备知识里面呢 就不太够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尤其是在数学这个 这个科目里面呢 尤其 就是出现这个情况呢 所以我们就 有一个 这个pre-stage的课程 那呢 就 做一个 breaching 的一个 作用 OK 那 内容 基本上呢 有部分呢 是跟DSE 那个 core part 其实是 有些类近的 那 但是当然也都有一些呢 就是在 香港 数学 就是 中学的课程里面 没有的东西呢 我们 都会有的 那 等等我就会 逐一介绍 那 其实 什么 就是 要有些什么 就是 就是预备知识去读这个 课程呢 那 其实就 当我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就 心里面 就是 其实 觉得 要take这个课程呢 其实就不需要太多预备知识的 除了一些基本的 一些代数的 知识之外呢 其实 都 可以读这个课程的 那 那 所以就 大概是 中一到中三程度 那 有一些 就是 代数的 就是 懂得一些代数的技巧 那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ok 那就 就 逐一讲一下 这个课程里面的 一些 课题 那 那 先先讲 其实这个 课程 挺长的 其实都挺长的 有 有 十五堂的 每堂三个小时 都有很 充裕的时间 去 学这些知识的 那 就 有什么 topics呢 那 我们呢 先先 就由最简单的 数字 开始 整数 那 这里就涉及一些 就是 关于整数的 一些特质 或者 质因素分解 那些 其实 在中学 甚至小学 都可能学过一些 但是我们呢 就用一个 比较严谨的角度 去 再学多一次 以下 那另外 我会讲 一个 很有用的 数学技巧 这个induction 就是 所谓的 数学的归纳法 那 数学归纳法 通常那些人 会用 一个骨牌 来做一个 就是 解说 那 所以我 放骨牌 那 z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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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个 在一般 数学书里面 就 用这个 这个 这个字母来 代表 整数的 所有整数的 ok 那 学完这个 整数之后呢 那 那我们呢 就再进一步 就学这个 多行式了 就是呢 我们除了数字之后呢 就会加到一个 微指数了 那我们 会用一些 那 那这儿呢 就开始我们会 要用一些 代数的 就是一些 运算 去 去学了 那 那 有些 所谓 余数定理 那 那类 那 就是 那些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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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这个行识之后,我们就会进入这个所谓减数,这个functions 减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应该是渗透整个数学的 所以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要学习它才可以进一步去学level 1的微积分 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讲这个functions 我们会讲各样的减数,有三个减数,有多项色的减数,各样 functions大概是这样的 OK,讲完functions之后,下一个topic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课题 就是所谓complex number,複数 在香港中学的课程里面,其实都有讲少少的,但真的讲很少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够 因为这个complex number,複数是一个很漂亮的数学理论 所以我们就会讲多些 如果你进入这个课程里,我们除了讲它複数的加监乘除之外 还会讲它的所谓polar form,以及有一些很有趣的定理 去帮你解决一些数学问题,甚至一些几何的问题 複数就是这个,可能有些同学可能都会见过,就是-1的开方 -1其实没得开方,但是我们特意做个符号代表它 然后到最后,这个topic就是sequence and series 就是数列,数列和数据 其实是一些数字排成一列,我们要找一些规律出来的 也会讲一些数学上,就是表达sequence和series的一些符号 这样就结束了整个course 这个其中,这叫做triangular series 三角数 OK,如果你见到这些topic,你会觉得 其实有些,你读到中四或者中五都会 都会见到,都会读到的,就算你不take这个course 其实都会读到的,但是这个course 其实有什么跟你现在在中学上的课堂 数学课堂有什么不同呢? 其中一个不同呢,就是我们在大学 就是我们开一个show的课程 其实数学呢,其中一个最重要呢,就是严谨性 就是所有东西呢,比如有些定理呢 你要知道原因,为什么它是对 那怎么知道原因是对呢? 其实就是要证明它 那证明是什么回事呢? 其实可能在中学,可能很多同学都不太了解 就是可能你们,譬如先生说完某个方法 那你做完那个方法,就觉得 那方法可以做到一个答案 那就信了它 但是呢,来到我们这里呢,其实我们学数学呢 其实不单止呢,就只是学一些技术啊 或者计算的,运算的技术 我们还要学习它,我们还要学习它 那个技术,为什么可以做到它做到的事情呢? 那其实呢,变相呢,就是学怎么做一个证明 那所以呢,其实就,就是在那个,我们 就是,你看到那些 topic 其实跟中学是差不多 但是我们那个,学的,就是表达手法呢 是会有点不同 还有呢,我们呢,我尽量在每个 course 里面所用的东西呢 我都会做证明的 还有呢,也都呢,会叫那些同学呢 去做证明的 那所以呢,那 那要做证明呢,其实就要学一些 一些少少逻辑啊,还有一些所谓的 就是,其实是一些 数学的符号的运用 那这样,那这样的东西呢 就会滲透着在 每一个 topic 里面的 那,所以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我想同学呢,就是读完这个 course 了解到呢 其实,数学呢 就是,就是,就是 即是,就是... 你用的所有东西, 其实你都要知道它为什么是对 其实... 还有,做证明呢 其实... 就是... 另外一个说法,其实就是 你要... 写出来 去... 说服人家那样东西 就是... 那样东西是对的 那说服的方法呢,就是 一步一步,逻辑地 这样去解说 为止一个证明 要写一个好好地写的证明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学的 在这个课程中 其实同学都可以 有机会去学这东西 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过的 就是说 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可以写一个 数学的证明 好了 讲完 就是这个课程中有些什么 当然就 和其他课程一样 会有一个评估 评估主要 其实都是 功课 和最后的一个考试 和一般的 其他课程都没什么大分别 我今天想讲 关于这个课程就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 多谢姑博士 接着我们就会有请 郑錦恒博士为我们介绍 数学科第一阶段的课程 有请郑博士 大家好 我叫郑錦恒 你可以叫我Dr. Chang 或者直接叫我Henry 都可以的 或者时间不是太多的时候 然后我就直接讲一讲 这个 course 数学level 1 大概主要是讲什么内容 好像刚才Albert说过 其实就是 functions 这件事 减数这件事 在数学各个范畴都会 滲透了在里面 其实我们主要这个level 1的 course 我们会学微积分的 那其实微积分来说 根本整个topic 主要就是学减数了 那所以我们第一样 在这个 course 会学的东西 就是减数了 那然后我们会学 关于减数 他们有一些concept 叫做 极限 连续性 这件事 那接着我们就会学 所谓微分了 还有这个微分有什么用途 实际上 那最后就会学积分 主要就是这个四个部份 level 1的 course 那 逐个 就是部份我们看一下去 或者帮我们解决到什么问题 或者实际一些看一下 那其实 减数来说 为什么它会滲透在每一个范畴里面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跟现实生活有相当多的联系的 那例如 我们有一个 或者不要说moving particle 说个人 或者说个车 那它走的速率 走的距离 那我们想去study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要用到减数了 那 又或者我们 譬如每个月交电话费 就是我们上网 那要付钱的 那用多少呢 和你付多少钱呢 那这个关系也是一个减数来的 那 再 再看下去呢 就有一些 我们 譬如全球的平均温度 现在global warming 全球的温度上升着 那和碳排放的什么关系呢 都是一个减数来的 诸如此类 有很多在现实生活上的联系 那所以我们会想学减数 那我们会学这些减数 有些什么的behavior 可能它们上升啊 下降啊 连续啊 断开啊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我们去 去学习一下 那到第二个topic 就是所谓极限 那这里呢 或者这么说呢 我们去解决一个主要的问题来说呢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大家可能发现 咦 你按计数机的时候 一除零 没有一个答案给你的 那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整件事 那我们会学呢 极限 其实其中一个学习的问题 就是这件事 咦 那一除零不行而已 那我试试 一除零点零一 一除零点零一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我们就会通过 去讨论这一样的情况 我们会学什么是 一个极限的极限 这是其中一个topic 那然后就 我们会学所谓的derivatives 或者一个 一个极限的微分 那是什么呢 我就不常说了 不过呢 它可以帮到我们做什么呢 那又是 哦 例如你看着一辆移动的车 那辆车移动得多快 还有你又看着的时候 头转得多快 那有什么关系呢 那可以用一个 所谓微分来到去 介绍吧 那又或者 哦 假设你是一个 餐厅老板 咦 我想 买不同的食材 那我买哪样食材 多些 买哪样食材 少些 要怎样决定呢 亦都可以用微分来解决的 那这些就是 一些更加 数学上少少的东西 譬如有些 很复杂的方程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解决它呢 就是除了 就是我们手计算不了的时候 有没有这些方法可以解决它呢 那有时候微分也有用的 在这一方面 那最后啦 那就会学到积分的 那积分来说 其实就 这个idea就好像是微分的 反过来 那所以说 如果我们知道 那个含数的微分 那我们怎样找回 含数本身呢 那这个是 其中一个 问题啦 那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哦 那 它可以帮到你 解决这些 所谓 好像 抛石仔 那我如果 哦 前面有个target在 我想抛石仔 扔中它 这样 那我 抛 用什么角度来抛 用什么大力来抛 那这个 可以用到积分的方法 去计算出来的 那 啊 又或者 哦 比如大家 可能小学学过 嗯 比如小学学过 圆形的面积 是πr平方 咦 那又是 先生告诉你 是这样是对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那 可能我们学完积分之后 就会 就是了解到 大概什么原因 这个formula是对的 又或者大家可能中学都会学到 哦 球体的体积是这样计算的 四π over三成 以半径的立方 那为什么是对的呢 又是 那这个又是可以靠积分 来到去学到 那 还有很多不同的topic 都可以 就是都会 涵盖到 那 大致上呢 我那个 对于这个course的介绍呢 就是 是 是 多谢各位 多谢郑博士 多谢郑博士 那我们接着来 就会有请 吴义辉博士 为我们介绍 物理范畴的 预备解决一段课程的 大家好啊 我叫吴义辉 大家可以叫我辉辉的哦 哈哈哈哈 那我就为大家介绍这个pre-stage level physics 那这个pre-stage level呢 主要是作为一个bridging course 那好像刚才一些pre-stage math 这样 它是由这个pre-stage 转去level one physics 那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course呢 就是level one physics 里面 经常会用到一些数学的 而那些数学呢 就是你可以在pre-stage level 就那里学了先 那level two里面所学的数学呢 那我们都会在pre-stage里面呢 是看一看的 好了 那至于那个教学语言呢 那就视乎那个enrollment了 那就之前有时呢 就会有一届就用cantonese 有一届用英文的 那如果是那一届的学生呢 at least有一个是 不懂听广东话的 那我们一定是用英文讲 那其他情况 那就depends on那个enrollment了 那那个lecture notes呢 我们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 那至于assessment方面呢 就有assignment 即是回家做的功课 那就30%的占 final assessment 那即是所谓的final exam 就占70% 那平时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做一些classwork 那final exam之前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mock exam的 那我们看看每一个topic先啦 大约有14、5个topic啦 那我们这里pre-stage level physics 但是为什么会学一些数呢 那其实就是刚才所讲的啦 因为level 1 或者level 2 physics 它里面呢 一些数学技巧 我们去学了它先 巩固了先 那第一个topic呢 就是关于functions inverse function 或者function of function 那刚才数学方面呢 都听过啦 那我这里不多讲一下 那有三个凡数啦 就是sign cosign tangent secant cosecant 等等的 那我们这一个pre-stage course 和数学 究竟有什么最大分别呢 其实我们会针对一些 物理方面的应用 里面需要用到的数学技巧 啊公式啊一些概念 那我们pre-stage level都会介绍的 那或者是指数啊 和这个对数的几数 那大家见到啊 这个下面这里呢 我们如果将xy 写成一个指数的关系呢 就可以这样表达 那如果用对数呢 我们可以这样表达 其实这两者都是一个inverse function of each other的 那跟着我们也会学一些 极限啦 limits 和那个 道数derivative 那譬如啊 右边这个graph那里 我们有一条curve 啊我们想找每一点 它那个slope是多少呢 啊 那我们都可以 啊用这一个方法 那就啊 我都会教同学仔呢 用一个first principle的方法 啊去找那个道数的 或者是找一个function 一个减数它的极限的 那学了这些啊 first principle 我们不需要下下呢 都derive from first principle 由零开始的哦 那我们都可以学一些 differentiation rules 就是好像一些公式那样啊 那啊 到时用起上来呢 就快捷方便的 那譬如这个differentiation呢 在物理方面的应用都很广的 其中一个应用呢 就是譬如好像火箭 火箭一路燃烧它的燃料嘛 所以火箭整体那个mass 那个质量呢 就会随着时间一路减少的 所以我们也都会用differentiation 看一下 哦究竟这个火箭呢 那个推动力或者速度 它随着时间有些什么改变呢 或者它的质量有改变又怎样啊 那另外一个topic呢 就是differentiation of trig function 就是psychoside tangent等等 它那个度数或者那个slope gradient function是怎样找呢 除了psychoside 我们刚才提过的exponential function lock function 都可以找到它的那个derivative的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iation 都很广的 刚才有提过 找一个graph上面 它的斜率 每一点是怎样改变 或者是在运动方面 它的那个速度 或者加速度 那我们是很多方面的应用 或者是在一样物体 它的那个temperature 温度是怎样降呢 都是跟differentiation有关的 那么 微分之后呢 我们都会介绍那个积分的 首先就是一个indefinite的integration 我们会介绍一些技巧 譬如change of variable 那好像下面这里 原本的variable v就转了做u 那这个呢 是方便我们余下的计算的 那有indefinite 当然有definite的integration 那我们会介绍一些 那个定积分 就是说我们定了那个limit 跟着呢 就找它的积分 那应用方面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立体的体积 或者是一个平面的面积 那当然在物理应用方面呢 我们可以找那个moment of inertia 就是那个旋转运动方面 那个所谓的rotational mass 是多少了 或者是impulse 就是mechanics 那里 你打golf 是不是 一下打下去 那它突然间呢 很短时间受到一个很大的力 那那个momentum change 啊动量的转变多少呢 我们都可以用integration做的 那接着呢vector 这个topic呢 就很重要的 因为物理方面呢 很多physical quantity 他都是除了有一个大小 他都是有方向性的 譬如我推你一下 你推我一下 那个方向都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那所以向量呢 就不能画决的了 那这个在物理方面的应用呢 我们可以用在一些relative velocity 或者是找那个force 都可以用到的 那向量呢 就不单止是画一支箭咀 有多长指去什么方向 它也都有自己本身的加减乘除的法则的 那就是在第二十三这个topic 那个dog product和cross product 那里面都会提到的了 那其中呢 物理方面就会说到那个work done 作工 或者那个力距 或者你有一个电货 它在一个磁场的环境里面 受到那个磁力是多大呢 那这个也是物理方面 应用到这个dog product和cross product的 那最后那个topic呢 就是complex number 那就和刚才Math那里差不多了 那幅数呢 我们主要会用在物理的交流电的circuit里面 或者是电磁波啊 还有高深小小大学二年班会学的 那个quantum mechanics 那这幅数呢 也可以用在engineering那方面的 那除了这些topic呢 那有时我都会介绍给同学仔呢 是一些simulation的 那希望它 就是有一个interaction 即时有一个结果 譬如你原本有一个function在那里 你想即时看一下它的differentiation 那个derivative多少呢 或者那个integral 计出来多少呢 都可以用这些simulation的 那或者有时我会加插一些video啦 那同学仔他可能会看完video 觉得兴趣大一点哦 那这个呢是讲aquilles 还有那个tortoise啊 我们看一点 那这里是讲个infinite series 来的 就是说如果aquilles要追这只 虽然龟呢 虽然龟走得好慢啊 但是呢 理论上他永远追不住他的哦 那这个也可以用infinite series来解的 and a smaller gap between them the tortoise would still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那如果同学有兴趣可以上网找一下 那除了这些video呢 那我都会介绍一些apps给同学 可以增进他们一些科学的知识啦 那或者一些useful的website 那或者介绍一些科学家数学家 他们的生平日事的 那希望就是引起大家那个兴趣的 那我今天prestage level physics 介绍到这里为止啊 好 多谢大家 那多谢辉辉啦 跟着然后呢 有请呢 张文峰博士为我们介绍这个物理范畴 第一阶段的课程 各位好 你好 欢迎你来科大 那我就是张文峰 那你可以叫我Dr.张 或者 呃 哇 哈哈哈哈 没有这个习惯的 哈哈哈哈 那我今天会介绍level one 物理系的 物理的课程 那我首先说一下我们的课程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主要有两个目的的 第一就是学生对物理概念的认识 还有广化你对物理 就是不同物理topics的一个见解 那因为中学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读书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学运动 就是或者再深入一点的 中学没有办法接触到的 例如是 爱因斯坦相对论 就是简单的俠义相对论 例如是 量子力学 那究竟怎样解释原子呢 那我们都会放一点点元素在那里 令到大家 就是看一看同学的兴趣 尽量可以早点接触到这些题目 那就可以早点对物理产生多点兴趣 那首先就是这两点 另外就是 我们也都会 刚才好像范范那样说 我们会用一些比较深一点的数学 去解决一些问题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数学不是因为 就是为了难 让你很难考试 那因为呢 有些问题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一些很简单的加减程序来解决的 一定要用微积分 每一步我走的速度不同的时候 我每一秒可以移动的距离 是每一秒都不一样的时候 我想问我最终走多远 我是需要用一个积分来解决的 所以在解决问题的手法上面 我们又会令到学生学多些手法 希望你可以解决到更多不同层面的问题 另外我们因为物理是一个观测的科学来的 不是说我们只是有一个定理 假设 然后我就找了一些假设以下的 consequence 就是一些后果出来 我们是要看这个世界是否真的这么运作 我扔这支笔在地上 会不会懒 跌下去的速度或者加速率是多少 其实不是告诉你书写着9.8就是9.8的 你走去北极 走去北极 订一订 和走去新加坡订一订 不一样的 因为有其他原因 我们要看我们理解的东西 在我们做一个物理的模型里面 究竟是否笨合我们实际事实发生的事情 这方面通常我的做法就是 我会带很多demonstration在班房里做的 所以同学就可以亲身接触到 有时我会直接给他们做的 当然我看着不会太危险的 最后就是希望你可以帮助你们 早点学习到 走去大学的课程 我们level 2 就是一个跟大学一年班 历学的课程一模一样的 level 1 就会帮你走去level 2 那什么人可以参加呢 刚才阿辉说 就是如果你完成了 你pass了pre-stage 那你就会有资格 另外如果你没有读pre-stage 或者你可能迟了才知道 我们dual program这个课程 不要紧要 我们有个因别试的 如果你去参加因别试 那因别试的细节就在这里了 大概就一个半钟 我们主要其实不是去 令到你觉得很辛苦 你不需要准备的 其实我们就想尽量令到 入来读的同学的程度 大概是一个水准 那我就不需要特意调低 或者调高 那个水准 那大家同时间 你读的同学 水准差不多 那可以一起向前行 一起互相帮助的机会就多些 那 细节我就不会讲 因为这个powerpoint 最后应该会上去website 那里的 那所以 或者这些细节 你可以现在抄下 抄不到 就你之后去我们的website 那里看 或者我说一点点涵盖范围 主要其实就是 微积分 functions 和可能有少许vector 就是这三个topic 谁应该要读呢 这个是谁可以读 那究竟谁应该要读呢 你想想你应不应该读呢 如果你看人家比赛 这个不是冬季 这个是冬季奥运会 最近就是亚运 亚运你看到人们跳水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转得这么有型 突然转速又可以加快 如果你看的时候 你会开始想想 为什么会这样 他好像越转越快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有没有试过 踩单车看到有垃圾桶 你很想手头上有个纸巾 很想扔进去呢 那你走着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扔呢 你要不要考虑自己在动呢 你看到李维斯踩单车很快 我踩单车 如果我平时踩在那条斜路里 我很容易滚下来 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滚下来呢 明明是斜过那条路 为什么不弄平它呢 为什么要弄斜它呢 为什么我每次拿着手提电话 在进到电梯又听不到呢 没有信号的 我打电梯突然断了 散开了 为什么呢 总是在电梯里就不成功了 我刚明明交了12元的 什么隧道费 为什么不可以交12元的电梯费呢 如果你看到那些东西 例如假设有个超人在上面飞过 超人看到地上的树 他说 为什么那些树这么硬 但是我看着那个超人 为什么超人那么肥 是不是这段时间世界和平一样呢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 究竟我们观察的东西 是不是每个人观察都一样的呢 同一件事物 还是其实我们每个人观察到的东西 可能有一点点不同的呢 其实是真的 是不同的 这个就是 暗音斯坦相对论里面 我们会提到的 你们大家都有读法学的 经常看到这个桌子的 记到一至二十的 通常中学就 为什么那里有个孔的呢 总是要这样 带什么好看什么 为什么不排得好看一点呢 什么原理呢 为什么要这样放的 为什么要有两个 又要八个 然后后面就乱来 又或者 你会想一下 FVCosMA牛敦力量 会不会错的 我常常都 绿波都不停的 又说不会停 如果错是什么时候错的 会不会深入一点 我们在说动能 动能是 可能高中的学生会知道 1.5mv² 为什么不1分4 为什么不4分1m 跟着速度的三次方 为什么要mv² 这么喜欢二字的吗 什么是温度呢 我们知道热和冬 那为什么 我们人体是37度 为什么不可以40度呢 这是什么来的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的 我丢个鸡蛋在地上 是否一定是爆开的 可不可以有个鸡蛋 我放在这里 我等十年 它会不会组织回到一起 我给你一些红绿的豆 我放在一个瓶里面 本身是上下分向层的 我叫你熬 熬完你当然会混在一起了 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熬圆的 叫你熬 熬到它变回两层呢 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好像这些东西 是终于在一个方向发生的 又或者你想想 这些时间会不会走得快点慢点 好像现在你听我们说这么久 现在才过了一个小时 有没有搞错 是不是时间会慢了呢 在某些情况里面 如果你对刚才我说的这些题目 都很有热成 就是你会觉得 你挑到你的根 听到我真是鸡皮都起了 突然间我真的有想过这些问题 为什么呢 然后你是真是有这样的心 去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 打少一些机器 去解决这些问题 你想知道多一些的 那么 Fysics这个课程 就是适合你的了 如果逐个题目说 我很快就讲了 我会不会介绍的 主要我们的范围 就是有四大力学 我们物理里面叫四大力学 主要就是力学 力学就是说一些物质如何移动 就是热力学 刚才说的 Temperature 还有电磁学 小小小电磁学 和小小的当代物理学 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如果逐一样讲 我尽量讲快点 力学就讲一些物体如何运动 例如Energy 就是如何定义能量 如何定义质量 如何定义动量之类 热力学 我们主要是用Gas来讲 就是一个气球 气球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就好像一些羊 它们撞来撞去的 我们怎么解释它呢 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气压 温度有什么关系呢 那些东西为什么会融的呢 但是有些东西就不融 倒水进去变成固体 然后有一些电磁学 电磁学有一些现象 例如我们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会有极光 会讲一些简单的circuit 就是这个电脑 还有最后就是当代物理学 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这个就是地球的重力 时空的改变 就是一个相对论的解释 另外就是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我不多说了 Findman都说没人知道的 OK 多谢Dr.Jan 接着我们有请陈浩华博士 为我们介绍化学范畴的第一阶段课程 好 大家好 我是Dr.Jan 也可以叫我Dennis 我简介化学系的课程 那我们化学课程呢 就先讲解 就 让我试一下 那我们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的课程设计呢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其实是想大家 一些对化学兴趣的同学 先了解一下 一些最基础的化学概念 那我们会 因为几个样子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是Level 1 Level 1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涵接到我们大学的课程 那我们Level 2呢 其实就是大学的课程 大学的程度的课程 那我们其实就是 希望预备 去涵接到这个课程 那所以 我们就会有需要很多 基础的化学概念 要在这个课程里面要尖解的 那 化学这课呢 其实呢 对很多同学来说 可能都会觉得比较陌生的 尤其是那些 比较小个小小的同学 因为化学呢 其实说的课程都比较抽象一些的 很简单 刚刚刚刚刚才 多了一章说 物理 那你会见到 有些猫走来走去 有些车走来走去 会有很多现象 周身边你会见到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很常见的现象 那它怎样去解释这些现象呢 那它很多时候是物理会解释的 那但是我们化学解释的东西呢 或者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呢 就更加难以见到 很多东西变化了 你不知道的 你现在大家在呼吸 呼吸 你不感觉到的 很自然的 你只是看着我 在说话而已 但是你在呼吸 呼吸的时候 你吸进去的空气 呼出来的 原来多了二氧化碳 大家肉眼看不到 但是你不知道的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 很多时候就是 原来有些化学反应发生了 大家有些东西 在你的身体里面发生了 所以你自己变成了 机器生产那些二氧化碳出来 那这些都是化学 其中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那你可能已经不太知道 在讲什么 那不要紧的 有些同学会知道的 那我会继续讲 那我们呢 其实是一个加速的课程 加速的课程 其实呢 我们会由最基础的概念开始 什么叫最基础 那化学呢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会有个元素周期表 会有些不同的元素 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有氢、海 甚至乎以往有些同学 会第一课就会告诉我 Torcheng 我已经整个周期表背了 由一数到一百二十 我都知道的了 那不需要的 其实我都不背到的 我反而是教大家 怎样去看周期表 不是教大家背的 不是一个记忆测试 也不是一个记忆测试 好了 最重要 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要这个基础呢 其实我们就需要一些 第二课程 因为其实呢 化学呢 除了讲很多抽象的东西 会有很多符号 去代表我们所讲的概念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化学呢 都会给人感觉上 就是一些符号 数学科的一些东西 很多很多符号 加上是什么的呢 就是 上面有些橙色那项啊 蓝色那项 这些都是这些符号 可能会 我学过少少 上过中学的化学堂 会 我看得明白 但是可能会 越来越复杂的 那这些当然简单一点 那接着去 最下面 比如图的 这些图其实都是讲一些故事的 那我们讲故事的时候 我们也喜欢画图的 有些化学的专家 喜欢画图的 那亦都怎样看这些图画呢 怎样知道这些故事讲的什么呢 那这些就是 我们自己的目的来的 那这些目的呢 那我们会有很多个题目 那你会看到有12个题目的 12个题目的 那但是我们 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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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和其他科目的那个时间都差不多 那我们会有大概 25个小时 那就是大概是 比如一个星期是3个小时 那大概是14-15个星期左右的 那不过有时候有些星期 那上一个小时的 那但是 那Anyway 我解释一下 那么多个题目的先 那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会由最初开始 就是说当大家完全不懂化学开始 由原子开始讲起 什么叫原子 原子结构是怎样的 那我们第一个开始 就是这个题目了 那之后呢 你会看到蓝色那些 就是123456呢 这些就是基础的概念 基础概念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化学科要学习的时间 我们先有一些基础的概念 理解了我们的化学家 要用那个语言 那我们才会明白 一些再高深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预备大家 怎样可以涵接到一个大学课程呢 那所以呢 1-6是基础概念来的 那去到7-11 黄色的 那又是什么呢 就说我们会应用了 投资前123456那些基础的概念呢 再演变一些 再深一点的概念了 那所以呢 是循序渐进的 我们先有些好基础的东西 那你会看到蓝色那些课程呢 跟中学的课程呢 会有很多题目是相似 甚至乎一样的 那那题目一样 不代表课程内容完全一样的 亦都是跟之前讲的一样了 我们是希望能够接到大学课程 那但是我们教的时间呢 我们的教法可能会不同 亦都内容有些不同的 那 以往有些同学 亦都试过了 就觉得1-6那些很浅 我都懂的了 接着应该整个课程我都没问题 可不可以直接跳去 Level 2啊 有些同学这样提过的 经常都有 不过都说明了 这个课程呢 是一个加速课程 我们会一开始 你什么都不会开始 当你不会开始 所以我们其实没什么所谓 我们以前有些中一的同学来上 也都比如有小六的同学都会来上 我们的Level 1的课程 有些同学都跟着的 所以不一定是大家说 一定是中四中五才可以的 所以我们 就是有些同学会去到 去到五六七开始 就会觉得很难 开始 去到八九 跟着就开始 就有一些 好刺激 越来越刺激 越来越有兴趣 当然 有些同学就会觉得 好刺激 那就会学到去第十一之后 那你会见到 七至十一就是一些 高深一点的概念 第十二呢 其实就是说一些 应用化学的题目 那我们会将 之前一至十一的东西 综合去使用呢 其实就会演化到 现代的化学工业 会有些什么化学反应 是需要知道 我们现今的世界 有多少物料 有多少材料 是用化学方法 制造出来的呢 大家坐在椅子 大家拿着 有些原子笔是胶的 那些塑胶是怎么来的 其实都是化学家发明出来的 先设计了化学结构 然后用一些合成的方法 设计方法去制造出来 那这个就大概是一个课程的设计 好了 又说回另外一件事 就是哪些同学 会适合读化学呢 那所以首先就有些问题 问问你 你平时走街看电影 打机 或者走到尖沙咀 欣赏海景的时候 突然看到这两个雕像 你会想起李小龙的电影好看 看起来很厉害 看到麦兜很有趣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 其实呢 为什么他们的颜色这么特别呢 麦兜应该粉红色的 为什么要弄到这么黑的呢 如果你找回一些旧的照片 你会发现原来麦兜很英俊 这个鼻子是粉红色的 不过 它没有塗太阳油 所以晒黑了 有些去马尔代夫的feel 但是 咦 原来这些是化学来的 你当你想一下 为什么它会变色呢 因为它不塗太阳油 太阳油是什么来的 亦都是一些化学的东西 可以帮助它不要晒黑 好了 又或者你有没有见过 一些美白疗程是这样的呢 原本呢 就没有那么滑的 左边 左边没有那么滑的 接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面滑了 眼都看不到 非常滑 那这些美白疗程 究竟是 什么原因可以发生的呢 是不是真的塗了一些面膜下去呢 为什么会自然发生的呢 那这些问题 如果你平时看到 去欧洲看一些艺术品的时候 突然想起这些问题 你可能是很有化学的potential 又或者你去到美国 你看到一个自由神像 是绿色的 个个都以为是绿色的 但是 刚刚起好那时候 都不是绿色的 那又为什么呢 它又塗了什么太阳油呢 近一点回到香港 去迪士尼 晚上会放烟花的 为什么烟花这么漂亮的呢 有不同颜色 有红色 紫色 黄色 怎样做到不同的颜色 怎样可以令到我们有个 这么漂亮的 夜晚 这么开心的 迪士尼乐园呢 这些其实跟法学都有关的 我会讲回不同的element 不同的元素 怎样可以制造到不同颜色的烟花 好了 其实法学都跟很多东西有关系的 大家拿手机出来打机的时候 你看看你的螢光幕 彩色的 会发光的 为什么 但是呢 它会发光 又说可以通电 但其实是塑胶做的 为什么塑胶可以会发光 又可以通电的呢 这些其实都跟法学有关的 当然 在我们level 1的课程还没说到 不过我现在在说 如果你对这些题目 挺有兴趣 很想知道的 其实大学课程就会 令到你知道更多这些东西 又或者 有没有时 你会看到一些新闻报导 是很新的 上两个月 有人注意这些东西去煲汤 煲完汤之后 什么五指无头煲汤 很多人都流行 喝完之后就 中了毒 为什么呢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究竟用些什么来煲了汤呢 用眼看不太知道有什么分别 都是薯筋而已 这些 不止无头煲完汤 煲完汤 就精神爽利 补气 又是薯筋而已 差不多一样 煲错了 就出事了 但是 怎么知道它是真的错了呢 肉眼看不到的 有没有那些化学方法 可以帮大家知道真相呢 那些什么法证先锋 电视的证据档案 那些都是需要用化学的方法 去告诉大家 这个答案 这些其实都是化学范畴 当然是去到大学课程 好了 药物原来都是关事的 药物是 我想大部分大家吃的 成药里面的有效成分 就是超过九成都是 由化学的成分提炼出来 那有些方法 怎样制造这些设计 怎样制造这些分子 那这些都是化学的过程来的 好了 那讲一些例子 例子 那我们有些什么呢 会教些什么呢 那我由原子结架开始 所以会有一些 这些电子的排序 因为电子结构会讲 会讲一些分子的形状 形状呢 就是虽然看的东西很抽象 但是对于一些物质的 特性很有关系 又或者有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产品 究竟是怎样来的呢 有什么原理呢 其实我们都会讲到的 那大家戴过太阳眼镜 在室内不会变黑 出了街就会变黑 那又为什么呢 那我们都会讲到这些 这样的课题 那当然了 有很多符号 大家要学看的 不是给你背了它 会教你怎样看 好了 那接着 煮菜都关系的 什么时候会煮到这些菜黄呢 怎样可以绿一些呢 那我们会由一些植物的颜色里面 找回个原因 跟着会见到一些分子 会动的分子 怎样可以令到变到绿色 或者不变绿色呢 怎样控制一些颜色变化呢 那就全部都是化学东西了 好了 那我们会讲一些 有机化学 都会牵涉到的 中学没有的 那我们 好了 大概就是 这些就是一些例子 那我们上课会讲详细一点 好了 那我到这里讲到这里了 好 谢谢 那谢谢Dennis 那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请梁家华博士 为我们介绍生命科学范畴 第一阶段课程的 OK 各位早晨 那我是Melody 那我是DP Level1课程其中一个老师 那我们有其他同事呢 会合作一起去教这个课程的 那今天Dr.Seal和Dr.Lam 都会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那如果完了之后 你们对这个课程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再问我们 OK 那主要讲多一点点呢 其实我们 Life Science是教什么呢 那Life Science在中学呢 其实一般来说 他们都会叫它做Biology的 其实 基本上是很相似 很接近的一个 Terms 一个字眼去形容 我们想读些什么 那我们读些什么呢 那我们读些什么呢 那我们主要是想读些 有生命的东西 那我们整个地球 基本上就是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去组成 那我们活在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的上面 那我们有大致有我们看到的动物 有些海洋里面的生物 植物 菇菇 我们喜欢吃的菇菇 我们很喜欢拿来做研究 那我们在实验室 常常都会看到的虫仔 甚至细菌 全部都是一些有生命的东西 那全部都是在我们这个课程 或者是生命科学的题目下 我们会研究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那主要是涵盖这些这样的题目 那由 由最基础 我们会由细胞开始 那我们每一个生命体 基本上都是由细胞去组成的 那我们首先会学习 什么是细胞 细胞里面是怎么样的 细胞会做些什么 那我们讲完细胞之后 就会讲一下呼吸 和光合作用 有没有想过呢 其实我们整个世界的组成 我们吃的食物 甚至为什么 我们会有电 为什么我们会有风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我们 一些生物里面 需要用的能量 全部都是地球提供给我们的 那究竟最终 其实是谁提供这些东西给我们的 我们会有风 因为会太阳 太阳令到空气热了 那我们会有风 那最后 那些植物 会靠太阳 去做光合作用 那接着它就会做些食物给它自己 最终它变成其他动物的食物 那包括我们都会吃很多 蔬菜和水果 那都是植物提供给我们的 那我们同时也会吃很多肉类 那肉类其实都是在哪里 它们吃草 OK 饮牛奶也都因为牛吃草 因为羊吃草 那最终 其实我们整个生物科学 或者我们整个地球 我们的存在都是环环相扣 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 靠这样的呼吸 光合作用 去令到这个地球可以继续 有能量 继续存在 继续运作的 所以我们会多说一些 你说我是不是说到很远 你说国合作用 国合作用 那为什么要说地球的存亡 是不是 大家看 其实我们很想带出一件事 就是 其实我们 学习一个科学 或者学习一个学科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 看一本教科书 学书的课书 那么简单 我们希望大家是思考的 这个过程里面 究竟我们学了一些东西 有什么用呢 我们希望大家是思考的 所以呢 另外呢 我们都会牵涉 会说到一些 cell cycle 就是细胞的整个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周期 或者 然后呢 我们也会有一个 环境科学的同事 他专闯会帮我们 教一些环境科学有关的一些东西 例如 我们保育 我们为什么要保育一些动物 为什么一只大熊猫那么可爱 他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 我们怎样保育他 我们为什么需要保育他 我们会讲这些课题 那 最后我们会讲多一点 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样 我们的 人体结构 还有 可以讲多一点 啊 我们都会经历生怒病死 我们都会病 那究竟病的时候 身体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怎样 我们会靠 法学系的同事 制造药物去医我们 为什么这些药物医到我们呢 这样 我们都会有 我们都会涵盖到的 但是你看着这些东西 你没有觉得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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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在这里 花这么多的时间 去研究这些东西 要重新读一次呢 问你一个问题 这两只是什么 狗 狗 肯定是狗 不是乳牛 大一只 肯定是狗 为什么你知道它是一只狗 其实 曾经有没有一本书 任何书 或者曾经你爸爸妈妈 或者你们已经是父母 你曾经有没有教导你的小朋友的时候 用一个非常正确的定义 去定义一只狗 你小朋友学了之后 他就很能够用这个定义 去告诉我这只是一只狗 或者你看着这两只东西 你现在可不可以马上 用一个很准确的语言 告诉我 狗就是这样的了 没办法 但是为什么 这些很明显 我们坐在这里在座的这么多个家长 同学 甚至我们的老师 都基本上知道这两只是狗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两只是狗 我们只不过在不同的场合 教导我们小朋友的时候 那只是狗 而那只也是狗 那只也是狗 西贡有很多狗 去到不同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狗 但是最终真的要明白 什么是一只狗 而它可以看到不同品种的狗 都知道那只是狗 是要靠小朋友自己去理解 靠它自己去观察 靠它自己去综合 靠自己去发问 甚至去跟其他人讨论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是狗 还是牛 是要靠这个过程 要去学习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说 我中学 其实老师都会教那些课题 中四中五 很多时候那些细胞 能量 呼吸 中学是会教的 甚至你可能小朋友 快一点点 你们已经可能看很多 关于这些课题的书 你们可能已经有些很基础的知识 但是就是 我们希望就是在一个不同的场合里面 靠不同的人去再提出一些问题 提出一些题目的时候 希望你在不同的场合那里 再重新思考 重新去理解这些课题的时候 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知识 再可以应用这些知识 去解决一些 现在很实际在这个地球发生的一些问题 你有听过 最近很多台风 接下来有一个台风 九个台风在这个世界 这一刻九个台风在吹 这个台风 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怎样影响不同的物种 怎样破坏这个生态 但怎样这个生态 靠法文 靠讨论 靠我们上课 用不同的角度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学一些 所以我希望这个 课程主要是给大家 去有一帮志同道合 有一帮相似的同学 对这些题目也有兴趣的同学 坐在一起 我们一起去做project 一起去看一些文章 一起去跟老师交流 沟通讨论的过程当中去学习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小组的活动 我们上课会有很多class activities 你看到一些 原来 现在的小朋友实在太幸福 幸福到原来 他们不用自己种绿豆都有芽菜吃 过去这两年 我会叫他们种芽菜 原来很多人没试过种芽菜 也会叫他们种一些植物 去观察整个成长发芽的过程 希望他们研究到一些东西 这些我们刚刚上一年 我们做了一个生态球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一个生态球 给一些学生 这些是他们观察到的东西 很有趣 这些是什么 异形蛋 不是 其实是一只 螺 一只类似蜗牛的东西 这些蛋 他们可以经历见证整个过程 这只蜗牛在生态球里面 生蛋 产卵 最后枯发成为一只蜗牛 它可以见证这些东西 这些我们会做到的 最后 无可避免我们会有个考试 但希望这个考试 是帮助你们 去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 我不是想一刀顶身死 所以希望整个包括考试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样 基本上 我今天想说的东西是这么多 如果完了之后 还有问题 可以 Approach 我们都会 尽量解答你的问题 多谢各位 多谢Melody 那跟着完之后 我们最后 会有工程范畴 机械人学的第一阶段课程 的一个简介 那我们就有请 胡锦天博士 为我们作为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胡锦天博士 通常有两种叫法 一是叫博士 直接叫博士 有些叫博士 其实今天我想说 教学的理念是怎样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问一下 大家认为是什么 有几个人认为是和机械人有关的 没有的 有几个人试过玩robot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其他都没试过 但可能坊间都玩了很多不同的机械人 首先第一件事 robotics 在我的演绎里面 其实它不是一个机械人 你不要想着 我一定有最后 能不能砌到某个牌子 一粒粒的 那些可以砌到 可以控制到 又或者有些什么bord 那些机械 可以砌到出来 有一些机械人 可以可以走到 有脚的robot 或者 再厉害点 砌个drones出来 不是 我不是教这些东西 那当然 你说 最后机械人 其实有很多的creativity product ideas 可以把它做出来 比如有些 无人机 或者是 踩单车的时候 你通常没有灯 有什么办法可以练顶 安全帽都可以做到交通灯的信号 又或者 甚至乎 有些 我们的阿林乃 他们已经用着 手指 这么大的 一个小小的 手指 就可以当耳机用 可以讲到电话 其实都是用着 一些 不同的物料去做 大学生 其实阿林乃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他明白到 工程学是什么 其实可以做得到 先讲近一点 刚刚最右边 这个就是 两个学生 他们就是读到 读到 读到 石士 他做了什么呢 就是 他发觉 他们很喜欢音乐 他想 做一个音谱出来的做法 他的方法是 不如我们 撑一首歌出来 撑完之后 你选乐器 他会帮你转到那种 乐器的谱出来 而这个 亦都是一个 今年的最大的 学生的创作比赛 赢得到的 那 回头说一下 这个字 一讲到 Engineering 大家就一定有这四个字 我想问这四个字 为什么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你开什么Google 搜索网 一定是 那我告诉你 我的演绎 不是这个 可能要问回melody 在植物学里面 有哪个字是用这个字的 Stamp 就是这个字 就是花径 我们很多时候 用这四个英文字母 就以为 只要有S 那就Stamp了 或者只要有数学 就已经做了Stamp 其实是一个过程 如何做Integration 植物学的径里面 我都不知道 我都是在 违基里找出来 一个支撑 一个过程 你的支撑做得怎么样 你可能开花结果 第一次花 有一些植物 第一次收成 第二次再种的时候 又有不同的样子 这些东西 当然要问回 生活科学 但是那个情况 最主要是 在过程中 如何去帮助他们 如何运用四个版本 在一起 一个例子 我们 其实Stamp 最主要是 需要有四个process 这四个process 就是从 发现 如何运用科学的东西 如何运用数学的解能方法 其实刚才那些 Level 1 P-Stage 所有里面的东西 都是一些很基础 学完之后 我们知道 为什么蜜兜 由帥哥 变成晒孔了 我们知道 咸素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变化 又如何去解难 如何去找我们的solution 其实都是一个过程 而Engineering 就是一个方法 去促中 你如何去做 在这个时候 这个课程里面 重要的就是试 试完之后 不要期望那样 立即可以变成一个产品 可以买得 因为我们都是要 试完之后 技术就会出现 那我举个例 有没有人猜到这个是什么 有个电 有堆载 有些电阻 有个喇叭 有个喇叭 其实这个是一个电子琴 如果我们拆开去看 我们电子琴会说一个wave 就是你由到wave me fast 最多由一个频谱到第二个 我们经常听到不同的 我们叫frequency 频率 高音一点 低音一点 我的声音是沉一点 有个女孩的声音是高一点 或者我和King 或者Henry 或者Dennis 那些声音都不同 但我们的声音都是偏沉点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用一些数学方法 帮我们做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学function 就是要学 要应用 应用完之后 我们就想了 究竟怎样去做这个电子琴呢 我们需要一些面包板 不能吃的 就是那些 然后需要一些电子的chip set 需要一些薄线的技巧 解栏方法 最后我们做到电子琴 其实我们这一科里面 就是教你做一些 怎样去解栏 怎样去做这个东西 那我用回一个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真的要做电子琴 其中一部分呢 我会教一下你们 声音的不同方法 这些就是从Physics 的现象里拿出来 那继续下去呢 就会讲一下 什么叫高音低音 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出来 这些工具 其实是来自数学里面 刚才告诉你们的 有微分即分 当然我不会讲到这么深的 但是就利用那些工具 帮我们去找到这些东西出来 那你就知道 从此之后呢 你就知道原来 就是我的声音呢 可能是在这个位置的 你的声音呢 可能有些instrument 就是在这个位置 你知道什么叫高音低音 那么 举个例子 这里有三个音 一个是男人声 一个是女人声 一个就是小雀声 你看到是谁 当你不懂的时候 我们试试转去换这个 那你就可能会知道 原来小雀声 应该是下面的 通常都很高 男的似乎像上面的 女的似乎像下面的 那其实透过数学 透过工程 如何解难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那当然啦 我又会用回 其实中学里面 一些数学的物理 一些基本的东西 希望将它联系到 告诉你 原来我们的声音 是可以用一些数学的形式 去解释 亦都可以去分析 那也都要学一下电脑板 砌东西 那也都要了解一下 那为什么电子琴的声音 永远没有钢行的那麽漂亮的呢 究竟为什么会啞声了呢 我们都会分析的 不过我不讲了 因为可能已经很深了 那 那 还有一件事就是 工程其实有些事情 我当是一个魔术的做法 我想问 有没有人有尿袋者借给我 就是一个充电 那这里有一个按键 这里有一个喇叭 喇叭的功能 非常好 麻烦 那我拼了电先 拼了电先 拼了电先 那喇叭就出声的 是吧 我现在做一个实验 我把它插进去 咦 似乎那个尿袋没什么电 哎 里面还有一个按键 我右边有一个按键 哎 好 好 接着 看着 我拍它 它变成了一个按键 甚至我跟它说话 Hello Hello 它都会动的 其实工程就是这么有趣的东西 我们可以将一个喇叭 放心 我不会教他们怎么做 因为我怕他们回家 拆掉你的喇叭 然后拿来玩 家里的电制以后就变成这个 其实呢 这个原理呢 是跟物理有关的 喇叭究竟怎样推着它呢 给电 给磁石 跟着就会震动 一块磅磅就会动 那这个呢 在物理里面就是 就是左手定理 就是 好了 有了左手呢 我就反过来玩 既然我懂得左手定理 不如我学一下右手定理 右手定理是什么 懂得动 有磁石 就会有电 这个呢 就是发电机的原理 将它再继续一个电子板 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这个 所以其实 工程学就是一些 或者robotics 就是如何将这些东西 变成一些有趣的生活的东西 那当然啦 就是要玩的 当然是不止这么少啦 首先 就不是卖电话 也都不是卖牌子 就是任何一个电话 都可以做得到这个东西的 那我先找回我想用的东西 有看过电影的啦 就是有些什么 就是表面上看的就是keyboard 其实实际上就是另一样东西 好 这样呢 这样就是 没有电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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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将个 就是将个keyboard呢 可以吗 那其实呢 在做什么呢 在这个科里面 其中一样我会教的 就是我期望它最后做得到 那其中一样我会教的呢 我就教它怎样用一块adjunal board adjunal board有很多用途 它可以做到这个 可以做到这个 可以做到这个 可以做到机械人的那些车 所以 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你知道 不是用来做机械人的车 那我希望你都明白到一样的重要的就是 我们 或者甚至乎我们所有的教授在做的 我们其实要做的呢 就是你那个learning process 就是有些植物 好像我最近看一部电视剧 讲讲一些种植的东西 第一层做出来的葱 和第二层做出来的葱 和第二层做出来的葱的味道都不同的 但是呢 它种完出来之后 切割了 收割了之后再做 那其实最重要是什么 是有一个劲在 有一个过程 怎样去尝试 你可能这个moment 完整个课程之后 我发觉不是很成功 但是不代表你日后不可以成功 那最重要是学习过程 就是整个课程里面有的东西 那希望工程学这个是会一个方法 带你去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去看 原来工程可以很好玩 甚至乎我都会播一下一些片子给你看看 原来工程可以帮到社会做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以后如果你看到人过马路 怎样不充红灯的时候 你看到在之前面呢 他原来不充红灯的方法是跳舞呢 你不要笑他 其实有些工程的东西很好玩 可以将它变成一个跳舞的交通灯 所以希望在这里透过一些片子 一些介绍令到学生有一个新的思维的方式 那我想我讲的就是这么多了 好 好了 多谢Tim 让我再说两句 其实呢 其实呢 这个原理呢 你不要以为我们找不到啊 你透过震动 跟着变成电流 然后点着眼灯 我们不是点着眼灯 那个麦克服就是这样 透过声音震动 收集了数据 然后跟着变成电子讯号 你就听到那个麦克服 那个喇叭 那其实麦克服就是这个原理 我们只用了第二个方法去present 所以你不要 魔术的东西是有得解释的 好啊 多谢Tim 听完Tim 我都觉得今天真是掌知识 相信大家听完每一个范畴的导师讲解之后 对双修科证的内容都会多了认识啦 那现在我们呢 就有请三位曾经读过双修科证的学生呢 去为他们分享一下 真的读双修科证的时候的一些体验 以及一些心得的 那就有请这三位同学啦 好的 大家好 我是Isabelle 那我呢 其实就毕业的了 那我现在呢 就在USC读着生命科学系的 就是Live Science 那我呢 其实就在高中的时候呢 就读了两年 这个大学生修科证 就是DP 的Live Science 那我就读了Level 1和Level 2 那其实在现在我这个年纪看回呢 好像很老了 那我现在看回呢 其实呢 在这两年呢 读这个DP课程的这两年呢 就是我人生的转捏点来的 那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呢 我就在一个机缘考核的情况之下 被同学抓了去上课活动啦 接着就接触了生命科 然后就发现了 原来生命科很有趣的 是的 所以高中的时候就选了他做这个选修科啦 是的 那跟着呢 其实我开始读的时候 只不过想学更加多的知识而已 但是 到最后 我得到的是比预期的多啦 那除了我学了更加多不同范畴的知识 在学校未教到或者是不会教之外呢 学校不教是因为考试不考的 是的 就是out of syllabus 是的 所以就不教了 是的 那我就对这一科技有更加多更加深的认识啦 是的 还有到最后我就决定了在这方面发展的 所以我进来大学呢 都继续读这个生命科学系的 是的 那除了我学到很多不同的知识之外呢 我就更加认识到很多不同的朋友仔啦 那我们的朋友仔呢 就 每个都很喜欢Bio啦 还有 都很friendly的 就是很好朋友的 那我们呢 在上课的时候呢 就 下课之后 就每个星期都会在图书馆做聚会的 那开始呢 就是聊功课啦 当然聊功课就变成了聊其他东西啦 是的 那我们现在到最后每一年呢 都还有出来聚会和出来玩的 是的 所以可以认识到一班 可以维细到很长的友谊的 志同同学的朋友啦 那至于这个困难和挑战呢 其实都有的 不过当你有这个兴趣 和有这个朋友的时候呢 其实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一定解决到的 是的 那我们刚才也有提过 做实验的时候呢 其实都会遇到不同的难题啦 那我们上课的理论好像很简单 但实际上我发现 有时候做不到出来啦 自己做的时候 是的 那就要学更加多的东西啦 那还有我们会做一个专题报告的 就是大的project啦 就是在我们第二年的时候 我那年就做了一个 关于黑死病 就是欧洲 中世纪的时候 的一个病啦 那因为那时候呢 科学就不是那么发达呢 就没有那么多 scientific paper 的 就是没有那么多论文之类啦 那到最后呢 我们搜集资料 搜集资料的时候 就很大的挑战啦 那因为在这个 这个project 我们是group work 就是我们一早就做啦 那我到最后呢 学会了最大的 就是我要和人合作啦 因为原来一个人 是真的做不完的 是的 因为我是一个不懂得看地图的人啦 然后到最后呢 那些航海地图 是要跟我帮忙看啦 那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看开一个古语言的 所以呢 我就去负责看这个 诗池那一副啦 这个军事history啦 就是军事历史啦 还有这个 食譜的 是的 哈哈哈哈 是的 那呢 除了要学了分工合作之外 是的 那我就觉得要给一些提示 想读这个DP科程的同学仔啦 因为 第一样就是 其实 我会见你们看很多书 因为我们图书馆有很多书的 是的 看得越多就越好 因为看多少是你自己的 别人拿不走的 有一天 你可能会发现中有一天 会用到的 是的 而且我每一个星期都会找书的 是每一个星期 我下了一堂之后都会找很久的 是的 所以我会建议呢 下了一堂之后要找书的 是的 而且如果不懂呢 就要问老师啦 是的 老师很好人的啊 Dr.Lang很好人的啊 哈哈 他教的很好 是的 那呢 呃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我觉得 年纪不是一个问题 只要你有这个兴趣 就可以读的了 我们那班有很多 比年纪比我更加小的人 到最后都读得很好的 是的 而到最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了 就是 究竟呢 讀DP呢 对考试有没有帮助呢 是的 那么我觉得答案呢 就是很无理良可的 有也都没有啦 因为其实呢 我觉得 它会帮助到你去理解一个 不同的 课题 即是 topic 但是呢 到最后呢 如果你真的 照指搬字 我没有知道这个词不合 总之你就 将它 哈哈 搬字各自啦 我中文有点差 不好意思 搬字各自这样 直接抄下去 考试卷呢 是有机会错的 因为呢 我们DSE啦 我考DSE的 DSE呢 其实有些东西是out of syllabus的 你学完之后 你是明白了 是的 发现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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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们都会再上课了 但是有时候你要分清楚 考试不要写太多 不关事的东西 是的 那就大概就这么多了 多谢各位 那大家好 我是Anson 现在在生年中学读中 方五的 那我现在同时都在DP 读中 读中 Physics Level 3 那我起初读 读DEP这个课程 那时候呢 我都是因为 对Physics 这方面的兴趣 想去学 这个Physics 课程 里面学多些有关的知识 所以来报 还有见到DEP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呢 是星期六举行的 所以我最后呢 就觉得呢 因为和平时上学的日子 没有冲突 所以最后就来报了这个DEP课程了 我那时候 我觉得读DEP这个课程 其中一个得着就是我学到很多东西 那学到一些是在平时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然后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 我在这个DEP课程学到的东西就是 我学到了这个 要自主学习这个模式 那么 你DEP课程这个 这个课程里面呢 那些导师呢 已经不会好像 你是中学啊 那时候那些老师那样 主动去问你 你懂不懂啊 去关心你 你懂不懂这个问题 而你这个 反而呢 就是要这些同学仔呢 自己反过来 去主动找回 找回DEP的那些导师 问回你们自己不懂的 或者你们的困难 还有 这个DEP课程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环境都挺轻松的 因为这个DEP老师 已经不会再 在理你在上课上面做什么 所以你这个情况下呢 你要自乐 是啊 是这样 那么我觉得 读DEP课程最好的那样东西就是 可以去科大那个图书馆 申请一张图书证 那你在科大图书馆那时候 你可以在里面借书 借自己有兴趣的书 还有或者你可能那一堂之后呢 不懂啊 有些东西不懂 就可以即时去借有相关的参考书 我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很方便的 那么我觉得DEP课程可以增加我这个知识面 还有我觉得 同时增加了我的同时 同时增加了我的兴趣 那么我觉得DEP这个课程 对平时学校考试来说呢 都是又有用又没用啦 因为真是 真是因为他教的东西是比平时深 就是跟上一位这样说的 是很多都是欧俄施约的 所以平时学校差不多是 有可能是用不着的 还有我觉得 读DEP课程 都是对我这个将来的大学生来 都是有这个 有帮助的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我是有看着你们在做些什么的 不过呢 不过呢 就 正如我们DEP课程 我们其实尽量想学生呢 那个兴趣是由心出发的 那如果你在班里面 你想想你已经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长途拔洩地来到科大 如果你还在玩手机 我管你都没用的了 所以其实呢 我是看着你们在做些什么的 还有呢 通常呢 学生有些 就是我们观察呢 就是有些同学呢 他真的有问题呢 他是会下课的时候呢 会继续问我 可能有时问了我 多了整个小时的 但是我都非常乐意 继续解答你们的问题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不是没有理到你们的 哈哈哈 hello everyone I'm Katrina and I'm currently studying math level three in dual program I'm from Poland Kochzai KL school And in year nine right now or form three so initially I chose to join dual program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math secondly because I wanted a challenge the math we learned at school didn't present much difficulty so for a while my mathematical ability just simply stagnated however with dual program it inspired me to work harder and to strive towards getting more knowledge in the past two years of studying dual program I spent a lot of time working on the homework or trying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opics myself and this eagerness was because dual program was able to fulfill what I wanted. Firstly, it allowed me to learn more advanced math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fascinating area of math. And secondly, because dual program was able to test my limits. In level two, we were introduced to significantly more complicated concepts and often just hearing the teacher talk about it and reading the PowerPoint wasn't enough. I had to do my own studying and research in order to get a good grade, but I enjoyed the entire process and never felt that it was a waste of my time. So what have I gained from dual program? Apart from obviously the knowledge, I achieved a deeper appreciation of math and I also learned how to revise and study efficiently since given the scope of the syllabus, you can't really spend too much time stuck on one point and a lot of the curriculum is built on knowledge previously accumulated on the course so if you can't understand something, you will get very confused once the topics get more advanced. So I also learned that if there was something I wasn't clear about, I had to make sure I get clarific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furthermore, learning the material and submitting homework on time could be a challenge sometimes. I personally found that you have to invest time into it in order to get a good grade. But note that w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memorizing formulas is the proof and logic behind them as well as lots of practice. Another problem I'm anticipating is for level three is balancing dual program word school. While this was not much of a problem in levels one and two, it certainly is in level three. I expect I will have to study more on my own as well as make sure I am very organized. So if I had to give any suggestions to future students, I'd say to be really proactive. As I've said, I did a lot of proficient and studying outside of class and without it, I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gotten a good grade. For example, before the exam, and I mean maybe two or three weeks before and not the night before, I'd find practice problems to do online with math. And with math, it is a massive benefit. So al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just ask the teacher and don't be scared to be corrected. Or don't think the teacher will think poorly of you if you need clarification. The professors I've had were all very helpful, which I'm very grateful about. In addition, you don't have to limit yourself to just asking your dual program professor. There are many helpful resources online which you should definitely take advantage of, or you could try asking another person. For example, my math teachers have been very helpful to me. Whenever I had some point I need a clarification on, they would not hesitate to enlighten me, and I'll take a moment to thank them.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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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上我们的网络 那你可以在那里全部找得到的 而另外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资料 包括每一个科目的时间表 就是你看到这个 那也都在我们网上找到 那我们为什么要放上去呢 就是你会看到除了那个上课的时间 由11月到4月 那有考试 中间有很多活动 还有是每一个课堂 究竟是cover些什么的题目 那你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那譬如 好像刚才教授所说的 究竟level 1 physics 和 pre-stage physics 有什么分别呢 那其实你可以看清楚那个课题 然后去决定 究竟你应该其实是适合读哪一个课程的 那当然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我们都鼓励你可能要跟学校老师去谈 甚至打电话帮我们去再问多一些 detail的 那也都想提一提 那每个礼拜六的三个钟的课堂呢 pre-stage 和 level 1 的课堂呢 其实在下午2点到5点钟的 那我们其实那个提名程序呢 已经开始了的了 那学校老师应该已经收到所有的资料 那相信也都交了给你们啦 那最重要的日期呢 就是9月24号就是那个申请的截止日期 同学呢需要 今年呢我们有一点点不同的 我们今年就全部都在网上那里做申请 过往呢同学还需要填 form啊 交 hard copy 的 那今年我们所有东西都在网上那里做 那所以呢同学是需要自己去网上那里 先做了你自己的申请先 然后将一些相关的 譬如学术的证明啊 你参加过所有报读的课程啊 比赛啊或者一些课外活动的证书啊 那然后都 upload 上那个网上的 那每一个学科啦 譬如你报读 life science 的 那希望你就着这个学科提供最多 不要多过四项啦 你觉得最有代表性 最能够代表呢 我对这个学科真的很有兴趣 很有能力的 那交给我们 那我们呢就可以根据你交来的指楼 去做一些考虑啊或者筛选的 那譬如有些同学呢 他有一些不同的学习需要的 或者你可能会有一些 做过一些评估啦 那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的 你都可以给我们去做一个参考 那你说会不会有些家长可能担心啊 如果我告诉你 我有些不同的学习需要 会不会影响呢 其实是不会的 就是我可以在这里 很清晰地告诉大家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去 做一些特殊的筛选的 我们只是希望收集这些资料呢 在我们如果真的收了这位同学 进来去读我们的课程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去配合 那我们当然会跟那些 我们的教授沟通的 那希望可以尽量去安排到 每一位我们收到进来的同学呢 我们都可以 就是符合到他们的学习需要 那其实我们DP呢 是每一个课程都需要收这个 相对的学费啦 那也都有很多家长会问啊 其实会不会有一些 学费的减免啊或者资助的 那其实如果同学是属于 以下这几个类别 譬如是申请中文的受作人啦 或者其实你有书保的 全准或者半准的受作人呢 只要你提交有效的证明文件 那就是适用于未来的这个年度的啦 那你都可以呢 申请我们中心给你的一个 一个学费的减免的 那那个减免呢 大约就是一半或者去到 一成八九成左右啦 那那个实际的金额 也都在那个网上那个资料 你都可以看到的啦 那在报名的时候呢 都有一些细节想跟大家讲一讲 那其实呢 我们有四个范畴啦 那也都有预备阶段 第一阶段啦 那同学可能其实心目中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其实你可能两科都想读的 那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呢 你可以填写两个意愿 那当然就跟你自己想读哪个先啦 譬如你第一个想读 化学的第一阶段的 那你第一个就当然选他啦 那学生呢 你可以选最多两个 那我们都是会跟同学 给我们所讲 譬如你意愿一的 那我们会首先考虑就是 希望可以给同学 读第一个意愿的课程 那但是呢 就算你多么有热诚都好啦 或者你觉得 我真的很应付到的都好啦 那但是我们呢 都只会安排每一位学生 是读一个课程的而已 那所以你排序的时候呢 可能都要真的小心选择的 那另外呢 就是譬如 如果你填写两个意愿 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的 可能一个是数学 一个是 就是Live Science 的话 那你就分别就这两个不同的 这个范畴的意愿呢 就可以提供不同的能力啊 或者学术啊 或者一些科学活动比赛的 那些证明的 那另外都再提一提啦 那就是为了其实令同学更加 我们想了解同学是否真的适合读 那个课程 那在报读这个物理科学 物理阶段一的课程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需要同学去参加一个 那个因别史的 那我们会在报名截止日期 就是9月24日之后一个礼拜呢 就会通知各位那个详细的安排 那而那个时间呢 其实就刚才 Dr.Jang都有提啦 那在报名表上也都有的啦 那其实那个 因别史的时间 那我们就定了那两个时间的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报读的话 那也都请你去 就是安排回那个时间 因为我们就没办法 去在其他时间上 再安排另一个的因别史的啦 那另外呢 在工程的阶段一的课程那里呢 其实也都会 可能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筛选之后呢 有一些被选择的学生呢 我们有可能也都会需要 做回一个面试的 那那个就需要是我们 就是做了一个筛选之后呢 我们也会再去 用电邮通知回相关的学生 那就来回科大做回一个面试的 那另外呢 其实教学语言呢 都是一个大家很concern 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啦 那其实在科大呢 我们的教学语言是英文的 那所以各位老师 其实他们很惯用呢 都是用英文去讲课 那但是同学报读DP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两个语言的选项 因为我们都希望同学可以用 他自己比较 就是觉得舒服的语言去上课的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 就是同学是明白 就是他enjoy的课堂 就不是为了他考试 一定考英文还是怎么样 那在你们去选择的时候呢 那就根据你自己 真是喜欢的 就是比较prefer的那个语言去选择了 那我们呢 大家尽量都会希望安排得到 同学是可以去按他自己选择的语言去上课的 那但是至于我们能不能够开办到 其中一个语言的课程呢 其实就很视乎那个修生的人数 因为我们都资源比较有限啦 那如果在理想的情况 我们都希望可以是同一科 可能又开中文班又开英文班 那确实有一些科目呢 是有这些情况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但是某一些科目呢 其实可能去报读的人数不算太多 那我们就只会开办其中一个语言的科目 那所以譬如同学如果是两个语言 就是广东话和英文都能够应付到的话呢 那你们可以是同时剔选 广东话和英文的 那而我们都在下面 你看到有另一条问题的 就是问 譬如如果同学 我选了是广东话的哦 但是最后呢 我们就是按修生人数 就开了英文班 那我们都会问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会不会考虑报读我们的课程呢 那如果你剔了原意的话呢 我们不是说会直接就 将你推去英文班的 我们都会再打电话来跟你去 confirm一次 那就是看一下同学是不是都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应付到的 那我们才会去出个offer给你 那都提一提啦 其实所有笔记呢都是英文的 那我们的instructor呢都是相语的 那所以其实他们尽量都会按同学那个需要呢 那他们其实可以两种语言同时都可以说到的 就是可能有些同学习惯了用英文上堂 那有些terms呢 他可以说回英文 那就是相信那个学习上呢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就说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日期啦 那刚才也说了啦 就是同学呢就需要自己上网去填写那个申请表 那那个deadline呢 就是截止日期呢 就是9月24号星期一的 那在你上网填完了所有的个人资料啊 选项啊 上网填完了所有证明文件之后呢 你会收到一个确认电邮 那你收到这个确认电邮之后呢 就需要在24号之前交给 24号之前呢 交给你们学校的统筹老师 如果你是经学校报的话 那你就要交给你们的学校的统筹老师 因为呢 老师呢就需要在28号 9月28号 就是礼拜五之前呢 就将所有的资料交给我们 才处理到的 同学呢 记住一定要将这个email交给老师 如果不是呢 我们是不会 就是我们就没办法知道 其实你那个申请是不是真的经学校来啦 还有我们都没办法去处理你那个申请的 是啊 那其实在 那我们收到同学的申请啦 那我们会做我们一些筛选 那可能中间过程我们 那我们都会可能和你联络回来 去做回 就是可能有一些文件不清楚啊 或者可能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了解 我们都会和你们联络的 那在10月24号 我们每周三呢就会经过电邮去通知 所有相关的人士的啦 那包括呢就是学生啊 或者家长啦 那令我们都会有一个综合的电邮呢 就是会传给学校的统筹老师 那他就会知道呢 其实他自己学校的学生呢 就是那个申请结果是怎样的 那基本上呢 只要如果那个文件啊 各种东西都齐的话呢 都会在10月24号呢就收到通知的啦 那第二轮那个 10月31号那个呢 其实就是可能有一些资料未必很清楚啊 那那些可能我们就会放在次轮那里 去通知各位家长同学的 那 和过往的安排有点点不同啦 以前我们报名的时候呢 就需要家长交支票的 那但是今年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上网做 那所以就改了 在 我们通知了各位那个 申请结果之后呢 三个工作天内 才需要去交那个课程费用 那那个方法就是 可以银行转账或者交车的 那我都要抱歉 就是为什么那个时间比较赶 因为我们